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由少帮主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韩服天梯的战报解说 那么这一期我们带来的是一场NV Maxside和Team Liquid General的一场比赛 为什么这一期要带来这场比赛呢 有人肯定会说这场比赛我看过了地图就是大都会这场地图 点位也是这两个点位 一个出生在地图右侧两个点钟 一个出生在地图正上方十二点钟 而Maxside也是这个点位 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有很多的解说 大概有三四个解说做过一场Team Liquid General对着Maxside的一场比赛 那一场呢应该是金肉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场比赛呢应该是金肉在跟Maxside在天梯里打过之后 赶紧发到了网上 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被虐的一方 就是那一盘被虐的NV战队的Maxside也是我们的国手 看到了这么多人做他的视频 然后还被金肉给虐了 所以自己很生气 因为他跟金肉经常的在这个天梯里遇到 然后互有胜负 而金肉呢 这个把自己的视频 胜利的视频发出去以后呢 对Maxside的这个实力上的影响啊 可能还是有一些的 就是说让大家在心中啊 认为金肉是比Maxside更强一些 但是呢这一场比赛我们只是来做一下双方的实力其实是相近的 而NVMaxside在同一张地图上 同一个地图的点位上 在这一盘里面会带来怎样精彩的比赛呢 我们来看一看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神族 就是NV战队Maxside啊 我们也知道NV战队最近是这个搬到了北京 所以呢 这个帮主这边也是跟NV战队呢 打算做一些这个第一视角以及娱乐的这种节目 那么也希望大家尽情期待啊 大概在这一周就会为啊 应该是下一周了 现在是周日 那么下一周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职业选手第一视角的节目啊 大家还记得之前这个WE战队的Loner和LoveTT来上帮主家里做客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节目给大家呈现 好 这边这个Maxside在跟那个金肉说啊 我是这个Hawk的好朋友啊 那边那个金肉说他明白 他知道 然后Maxside也是打字聊天流 其实这个双方也是非常友好 毕竟在韩服训练的这个 不管是只要是非韩选手 都是韩服的外国人嘛 所以双方也是有很友好的 因为两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然后大家呢 这几位解说做这个Maxside和金肉打这款的视频的时候 就感觉上非常偏向金肉啊 感觉Maxside的实力差了很多 但是其实两个人实力非常相近 我也是刚刚找Maxside要了对他们最近的这个 开局但是结果会不会不同呢 其实我做这期节目大家从开头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 但是一定要看过程 我们重要的是看过程 从中学习到这个职业选手 以及欣赏到职业选手表演 好 人做家里面这边放一个房子 小细节做的很好 这是防止对手在这边啊 这个 一个是可以当路灯吧 放着对手从这边偷袭 好 枪兵也是直接出来点到农民身上 好 看一下这边能不能甩掉 好 应该是可以跑掉啊 虽然这个枪兵那个攻击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农民的攻击间隔 农民的移动速度啊 比他的攻击间隔 还有他的移动速度更快一些 好 BY好了以后放下两BG 那么 Side这边放下了R7 有可能是两BG的开矿 也有可能是走科技流 因为这两地图空中近点嘛 走虚空的可能性也很大 我们来看一看Side会怎么选择 而今由这边枪兵在找对手的农民 而且这边农民的位置我们来看看 马上走 容易被两个枪兵带走 哦 应该带不走 好了 视野看到对手的位置 哎 两个枪兵他都看得见 但是就不敢万里走了 金柔这边选择了放R矿 在自己的基地里放R矿 单BB开R矿 而出了一个死神呢 可以侦察 同时还可以骚扰一下对手家中的矿区 如果追隶者在外面站着的话 会比较危险 两BG 不停的出兵 这边星空加速并没有给到BY上面 我们注意它是一个慢BY这个星空门的一个打法 这样呢 可以更好的出 别的兵种或者是农民 哦 这边修Bunker了 这样的话 会防止对手前期这种CBGRush 好 死神过去 应该是进行一波骚扰 这个农民被对手的一个 ICV 但是现在对焊的话是焊不过的 好 这边带了一个追隶者 但是高地上 高地上看到这个金柔这边的 这个死神 能够带走多少的部队 收割者 一个农民吗 哦 没有 没杀掉 好的 赛的这边操作还可以 追隶者跟 一个农民都死不了吗 这个死神 终于是杀了一个 赛的也是亏了一些经济 大概亏了有三四十块 一些农民停的采集 而这个死神应该还可以逃回去吧 然后这边绕了一下 想跑 但是跑不掉了 自己正面 也是 把自己的二矿开出来 放下了第二个BB 金柔还相对来说比较偷 前期只补了一个BB 现在是补到了三BB 但是离这个第三个BB建好 还有一段时间 赛的如果是四BG的话 他刚才就非常危险 因为只有一个地堡 这个路口又是没有堵死 好 赛的这边两BG开门 同时放下自己的二矿 相比之下 金柔的二矿已经变成了 这个轨道控制中心 这样的会更好一些 他的经济会更好一些 35人口对36人口 金柔选择下面开二矿 这样开二矿 赛的是占领高地 为什么这点呢 赛的我也是问过他一句 我说为什么要站在高地上 而不是下来防守呢 因为他认为这个前期 对手如果过来打一打基地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基地里这么多的护甲 你可以白打很久 这样我多攒一些兵 再下来呢 会比较的这个安全 而这边用了一个凤凰的 换像机 这个哨兵的换像技能 过去侦查一下 对手家中的情况 通过他的视野 我们来看一下 赛的找到对手3BB 二矿已经开始采集 并且这边有枪兵 有地宝 他全看清楚了 那这个凤凰就 这个换像啊 就非常有价值 而人租兴奋剂 升级的是比较早的 我们注意一下 在升级完成弹之后 立马就升级了兴奋剂 因为现在兴奋剂 升级的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呢 人租要早升级才可以 好 这时候二矿 神族也开始采集啊 二矿农民 应该是神族更多一些 双方的农民数量 神族32 人族是32 那么因为人族的二矿 造的更早一些啊 所以他的农民 不会比神族差 虽然神族有星空加速 好 开始放下VF 这边神族选择了 初步休者 赛的这边 要防止对手 前期的一波压制 由于具象的timing啊 还是比较 这个出的时间 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他先选择了 出一个不休者斜防 因为对手 他看到很多的这个掠夺者 不休者是非常克制掠夺者的 这个农民应该是死掉了 赛的想跑也跑不掉 被瓮中捉鞭 然后打死了这个农民 好 哨兵多 加上叉叉 应该都传一些叉叉 叉叉兵对不休者 对这个掠夺者 克制是非常的强 一定要有哨兵的立场 封住对手的驱落 好的看一下 这边先点这个不休 漂亮 这不休被点掉了 没话说 两个立场 立场耐三个立场 好 这边还在甩 赛的把叉叉兵往后拉 这波交换之后呢 应该说是 这个筋肉赚了一些 筋肉用三四个兵的代价 换掉对手一个不休者 一个叉叉兵 还有三个 两个立场 三个立场 这个OB过去看了一下 同时具象的建筑 威逼也是马上建造完成 筋肉这边会怎么选择 二况 这个二气 只是踩了一个农民 说明他现在气体需要的 没有那么强烈 VS刚刚放下 这边正在造反应炉 这是给VS交换的 他一把雷达扫过 应该是 刚才应该 我们看一下 威逼的建筑位置 威逼的建筑位置 在 哪个角落呢 在这个角落 我们看一下 这边人组有没有视野 这边没有视野的 所以他对于对手 这个出具象的时间把控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时候应该还是 先产一绕书艇 然后再去产 这个围巾 要侦查到对手的出具象 才可以 一会雷达肯定会扫下二况 好 Maxed这边的二气 也是刚刚建造好 哎 这边好像选择了 VA 我们看看 选VA 是出雷神的 还是升自己的攻防呢 我们看BE这边一攻 马上升级完成 有可能是要升高攻防 马上要升两攻 好 阵型掌握的不错啊 是一个弧形阵啊 然后对手冲击的时候 自己能够达到一个 最大化的输出 因为射程方面啊 枪兵是并不占优势的 好 这个VF过来飘一下 看看你家的情况啊 肯定不会出雷神了 因为VF已经飘了出来 家里大量的叉扎兵啊 少量的哨兵 作为这个主力战斗部队 而追对者就防止对手 这种空投 那以及过来侦查 这个OB就在他们家看着 看着对手的这些 所有的建筑啊 这关键的建筑都看得到 非常的好 这个OB的位置 好 两个一捞出艇 然后开始产围巾了 但是从他的视野上 应该是看不到围巾的 可能可能 这个对于赛的这个战术上 已经比较熟悉了 因为现在赛的这个 打PVT的时候 主流战术呢 还是要出一些具象的 然后再去转型电兵 由于电兵的性价比降低了 所以现在转建兵的时间 一般大家都会晚一点 好 现在神族的主要的作战战术 是以具象 XX加上追对者为主 然后打到后期 那么四五框以后再出电兵 好 追对者呢 这个战术的精髓 就是追对者在家里面防守 然后呢 外面部队靠XX 小兵和具象来防守 人族是率先开了三框 同时自己升级自己的枪兵 也就是MM地面部队的 这个生化部队的两攻 还在升这个 啊 升围巾的一攻 这样的话 对于具象的这个打法 是非常的克制 有针对性的一个打法 我们看到军肉这边 也是选择了 非常有针对性的打法 来对付麦克赛的这种具象 加上XX 加上追对 这边一个凤凰过来侦查 看到对手的三框 赛的会选择一个两框的 一波timing吧 就是对手三框建造好的 那一瞬间这个时候 他有很多的timing 可以进攻 因为对手这个时候 有一个投资 还没有收回回报 好 这边果然是用追逻者 赶走了对手的空头 啊 这波空头 是死了一个部队 然后还被打成了残血 还好回来了 再来看一下 补了这么多的BB啊 开始升级狂热者 提这个提速XX 刚才的闪耀追裂 已经升级完成 好 具象的射程也完成 现在赛的这边应该会选择两框 憋到一个150到160的人口再去打 对手维京数量也不错 6个 然后地面是大量的光头哥 做主力 看到已经有了两篇的光头哥了 大概是 将近30个 人口方面 104的神族Maxside和金肉156 这一盘 从人口的这个方面来说 金肉一样是领先的 所以说一会打起来 谁赢谁输 还不一定 Side可千万不要给错了我的录像 因为我也从来不看录像 万一他给错了我 又是一场金肉赢他的 那他就又悲剧了 想挽回一点颜面 那么一定要靠他自己的实力了 好 这边是 出Ghost 应该是会震掉对手的哨兵护甲 以及其他部队的护甲 好 再升三弓啊 这个金肉非常重视自己的攻防 主要是弓 主要是弓 已经升两弓好了以后 已经升三弓了 这个有VA的情况下 确实 升弓啊 哎 这个巨像在抽筋吗 好像刚才是在抽筋 在跳舞 哎呦 卡人口了 金肉这边 出现了一个小失误 不过这都不是事 金肉毫无压力啊 人口在这一卡之后 还是比对手多15的人 18的人口 18左右的人口啊 这边 维京 一把雷达扫过 找对手的这个 OB 但是对手OB 一直停在自己家里面 好 这个标凡塔 一直是人租占领的 MagSide对视野上有一些亏 MagSide总是 不太注重开三框 这可能也是 魔兽选手转型的这个 一点点缺陷吧 魔兽选手对运营来说 相比星际中大的选手来说 可能意识上啊 会稍微有一点点差 终于是开出自己三框 自己的人口已经变到了182 而200人口 200人口的是金肉 196了啊 这个时候 我们想起了笨哥 上次做这个节目的 做他们俩对战的时候 说了一句 不要跟人组打200人口的对战 那么现在又要打200了 好 MagSide这边是闪烁追猎 在上面先跟对手牵制一下 自己的主力部队呢 准备冲了吗 这边人独选择一波小谷部队啊 上来应该是要抓对手的四框 看有没有偷框 但是巨像走在前面 EMP没有放出来 漂亮 想要追猎直接闪了下来 这是冰河一处 降胆一加 好 注意一下阵型 好 主要的这个哨兵魔法 没有被阵掉 但是这个三框 有危险了 正面上 围京的数量 围京上去应该点巨像了 好 一把雷达扫过 追猎者去上面 点围京 然后插插兵近身 巨像全力的输出 同时我们看一下 三框这边应该是要被点掉了 好 插插兵近身 数值很高 那些围京全部被闪烁追猎点掉 这也是闪烁追猎数量多了以后 用右键 然后Shift 一个一个去点 感觉这一波200人口 是Side拼赢了 而且剩了 比对手多了30人口 巨像全部保存好 还有5个巨像 那么这一波应该是 筋肉挡不住了 自己的三框 Side也是被点掉 看一下这一波 5个巨像 这个5个巨像 就像神一般的存在 神族的MM部队 人族的MM部队是无法抗拒的 这一排应该是Side 获得比赛的胜利 没有给错录像 200人口Side又拼赢了 那么200人口的PVT 还是可以打的 主要掌握的是阵型 以及这个优先攻击目标 那么追猎者是先优先攻击掉 所有的围京 然后巨像保存好以后 就有很高的输出 对于MM部队来说 那是逆天的 好 这个时候筋肉也是 没有坚持的理由 GG 我们恭喜来自中国 Navana战队的 Navana战队的这个 MaxSide NV战队MaxSide 好的 我们恭喜他 同时 我们再来盘点一下 这个 这场比赛的几个精髓点吧 已经开始合白球了 有执行官嘛 我们看到这边 应该是刚才防守家里 到了这个 电兵之后 VT 看到了 这时候都不用升级闪电 就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几个亮点 首先我们注意一下 MaxSide的在家中的防守 他是用这个追猎者 这种远程兵种 对空力量很强的兵种 在家里防守 同时升级闪烁追猎 那么整个家中主框的 不怕对手任何的骚扰 而前线呢 如果对手压出来的时候 用追猎者可以直接从高台上 跳下来跟自己的部队 主力部队啊 兵和一处 降到一家 所以呢 刚才也是非常精髓的使用了这么一个战术 防止对手的这个医疗书艇骚扰 因为我们知道人族的这个打到中期的时候 医疗书艇过来空头一下 对于神族家里面 农民确实很头疼 又是功又高啊 刚才已经是三宫的部队了 三宫的人宫部队 功又高啊 到你家中拆这个 不管是拆基地 还是杀农民都非常的快 而MaxSide的这种比较稳妥的防守住 两矿憋200人口 然后在180人口左右时 放下自己的三矿 200人口跟对手拼一拨 我们看一下攻防设有两攻 双方都是注重攻防 而MaxSide的这边 稍微攻防比对手慢了一点点 但是这都不是事 你看对手的这个空军部队 都要升上击完这两攻了 所以金肉非常注重自己的攻防 那么攻防 确实在200人口对战的时候 就体现出他的实力了 在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 也许只有叉叉兵打小狗 两攻的时候非常有效 一攻的时候非常有效 但是在这种大规模作战的时候 你可能宏观操作 要比微观操作更要重要一些 你可能只控制一些阵型 然后优先点一些 你要击杀的部队 所以这时候攻防 因为自动A的话 肯定谁的攻防高 谁就在理论上就占一些优势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金肉这边即使开出了四矿 但是200人口 确实没有拼过MaxSide的这边 MaxSide是一个 单VR巨像不停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是单VR巨像不停的这么一个打法 而兵营上面 我们看到它一共是七个兵 两框七兵营加上一个VR 不停的出兵 能够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么一个部队数量 好的 那么这一期的这个 少帮主带大家了解这个韩服战暴啊 也是韩服这个天梯战暴 也是给大家带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这个Rap讲解 那么下一期我们可能会带来更好的这个韩服战斗的前线的这种Rap讲解 然后呢 最近啊 应该是会做一些第一视角教学了 因为好像有三天没有发了啊 下一期的节目呢 应该是会做少帮主战 RCG或者丛林学起了 那么大家敬请期待 然后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再见